这绝对是战力格斗中最残酷最接近实战的格斗技 它可以让全手身体的每一处随时成为进攻时的神兵利器 这种格斗术简直是在徒手谋杀 用拳头怒砸对手 用双腿斩杀对手 这些只能算是基本操作 真正的杀招当属肘肌和吸肌 和拳腿技法一样 肘反和吸反也有着技术上的细分 肘肌可以分为平肘 条肘 砸肘和转身肘 吸肌可以分为冲蜥 弯蜥 扎蜥 穿蜥和飞蜥 虽然它们的出招频率不如拳腿 但作为出其不意的必杀技 一旦精准命中人体脆弱部位 很大概率就可以提前收工回家 要知道肘部的骨骼非常特殊 它的硬度和人类的头骨一样 并且肘肩位置只有一层皮肤 基本没有任何软组织和肌肉 才锻造出这把人体最为锋利的一把刀 所以在比赛中经常看到 当利刃出鞘所划过之处 必定会留下一道深深的伤口 而泰拳中的吸法 更像是一柄无情的战锤 当膝盖撞击肝脏的一瞬间 即便对手是最坚强的战士 也承受不起这样的疼痛 甚至会感觉到生不如死 所以泰拳丰富且凶狠的武器库 不仅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八只艺术 也成为最凶狠毒辣的格斗术 今天的影片将会带你感受 泰拳擂台上令人疯狂的六场KO 第一场比赛来自英国的赫曼 对战二蓝男孩柯克利 当两位拳手打到第三回合 柯克利的肘击直奔赫曼头部 紧跟着又是两记上勾拳 但裁判立马暂停了比赛 经过独秒后 赫曼并无大碍 接下来就是震惊全场的时刻 两位拳手在下一轮的交锋当中 就像是一个师傅交出来的一样 两个人同时使用出了转身肘击 柯克利的肘击从天而降 赫曼的肘击却恰恰相反 但所谓绝杀 也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只见双方一个照面过后 柯克利直接被打趴在地 让我们放慢镜头再看一次 柯克利第一个打出了转身肘击 特曼却在躲避中同时做出了反击 同样是一记转身后肘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对手的脸颊 这一击瞬间惊艳了全场观众 柯克利过了好久才缓缓爬起 也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后发制人 第二场比赛来自荷兰的埃塞尔 对战泰国拳王乔·塔纳伍特 埃塞尔的职业战绩为55胜4负 塔纳伍特的职业战绩为70胜8负 两位都是具备顶尖战斗力的拳王 并且都是在欧恩一赛事的签约拳手 这一战将会深刻体会 格斗选手如何在擂台瞒天过海 第二回合埃塞尔直奔面门的肘击 犹如一把尖刀刺向了塔纳伍特 杨塔纳伍特瞬间陷入了危机 但很快他就像打不死的小强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就再次站了起来 但这一种却在他的左眼留下了一道不小的伤痕 埃塞尔轻松地赢下了前两回合 但到第三回合 后击续发的塔纳伍特开始发力 进攻更加主动 出招频频命中 也为之前的分数落后挽回了局面 当第四回合快要结束时 双方依然保持着各胜两局 但泰拳比赛从来不以点数为荣 第五回合双方势必会一决高下 当比赛还剩下一分零三秒 整场比赛陷入到了高潮 塔纳伍特提出一记高扫踢 埃塞尔格挡后以右手拳回应 但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记后手拳竟然是障眼法 在迷惑对手的同时 将浑身力量贯注于右腿 此时的右腿已经成了出销的宝刀 穿过一切防守空档 目标对方手机 想知道这一腿的力量有多大 直到裁判宣布胜利时 塔纳伍特都没有再站起来 这就是高手间的对决 胜败或许就在一瞬间 第三场比赛是来自泰拳传奇勒德斯拉 七岁开始跟父亲练习泰拳 曾在伦皮尼和迦南龙竞技场 参加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比赛 职业战绩190胜32-5平 在勒德斯拉最巅峰的时期 甚至创下了100场连胜的战绩 这个数字听起来就让对手头疼 有的选手摸爬滚打了一辈子 都不敢保证能打上百场比赛 而勒德斯拉轻而易举的就打出百场不败 他的战绩听起来已经够狂 当你看到他在场上的表现 你会觉得这个人狂到极致 鬼魅的闪躲能力就像擂台上滑溜溜的鳗鱼 对手就算拼尽了全力 也未必能碰到他一根寒毛 他凭借着无解的闪躲技术 被人称为泰拳界的梅威瑟 神鬼莫测的进攻方式 配合上超乎人类的反应速度 经常让对手猜不透他的意图 扬他的比赛看起来就像是玩游戏 每位对手都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也是勒德斯拉特有的一种节奏 在外人眼中可能会觉得树叶子过河全凭一股浪劲 但能做到这么浪的可见基本功有多扎实 这场比赛我们不看他的闪躲 而是要验证一下他的杀伤力如何 对手叫做雅各布·赫贝森 在第二回合中被勒德斯拉双拳封眼后 一记高扫踢轻松踢翻在地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一腿有多重 但可以明显感觉到对手有些懵 强撑着爬起来碰拳继续比赛 但他绝对不会想到下一秒将会是一招死亡绝杀 勒德斯拉先是一个正灯 和对手拉开到一腿的距离 当对手刚刚站稳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勒德斯拉祭出一招变线踢 就像是死神手中冰冷的弯刀 轻描淡写的就完成了一波收割 这一腿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整个过程甚至还不到一秒钟 先骗的对手主动暴露空档 再改变弹道轨迹直接暴头 有的人会说这腿看似没有用力 怎么就能够一招必敌 接下来我会让你听到声音 也许你心中就会有了答案 第四场比赛 眼前这个小个子叫做乔纳森 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 在泰拳界以打法凶猛而著称 他从来不惧怕任何一位对手 甚至经常在比赛中 一小打大 虽然他的名气不如勒德斯拉 但如果你关注过泰拳 那么你一定看过他的高光瞬间 他的对手看起来人高马大 比乔纳森高了整整一个头 但这并不能阻挡乔纳森的浩然雷霆 完全不会因为身高的差距 就表现得畏手畏脚 乔纳森的打法极具侵略性 经常挤进对手内线压着打 甚至逼的对手不断后退 最终乔纳森天马行空的龙卷风踢 瞬间终结掉不知所措的对手 这一腿犹如一把无情的钢刀 从空中弥漫的汉物 就能感受到这可怕的力量 不禁让人想起风云中的涅风 那快如闪电极似飓风的风神腿 第五场比赛来自中国的王滕岳 对战法国拳手瓦伦丁蒂伯 实话是说王滕岳在众多泰拳高手面前 论技术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在他的比赛中经常会看到 他总是被对手击倒击倒再击倒 但王滕岳每一次都是强撑着站起来继续战斗 也正是这种百折不屈的精神 才有了今天这场惊艳的反杀 在比赛进行的第二回合 王滕岳被对手连续地撞击后 蹲在绳边大口地喘气 鼻血不断地滴落在地板上 仅仅两个回合就被打成这样 接下来的比赛又该如何继续 在表示没有问题之后回到了擂台中心 但下一秒将会震撼全场观众 王滕岳瞬间接近对手 左臂虚晃一枪干扰对手 右臂转身肘击紧跟其后 这孤足一致的奋力一击 让原本还生龙活火的对手 就在这一瞬间彻底熄火 杨观众对这位顽强的男人印象深刻 或许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可以被打败 可以被毁灭 但绝对不能被对手打垮 接下来的最后一场比赛 普莱斯对阵莱卡特 基本可以算作欢乐局了 两位拳手出招心领神会 在同一时间打出暴击又会怎样 双方拳手在这一波的进攻中 同时发力出招 同时击倒对手 通过慢镜头可以看见 双方的站位距离非常接近 并且在同一瞬间 一个打出后手肘击 一个打出了后手拳 结果有夫妻双双把加环 但是在倒地之后 被肘击命中的普莱斯 却站了起来 被拳头命中的莱卡特 一直等到比赛结束 都没有再缓过来 看到这里 有的朋友会心生疑问 不是说好宁挨石拳 不挨一肘吗 为什么挨了肘击还能在第一时间站起来 这除了拳手力量和抗击打之外 就不得不提到时间差 在我们肉眼看来 基本是同时击中对手 但把画面的速度放到最慢 会看到普莱斯的拳头 要比对手的肘击快上一丢丢 当拳头命中莱卡特的脸颊时 莱卡特的脖子已经出现了歪曲 这就相当于完成了一次泄力 当莱卡特的肘击在击中时 杀伤力至少会削弱20% 这也就是嘴炮康娜所说的 速度战胜力量 时机战胜速度 看似零点几秒的差距 却足以改变整场比赛的结局 这或许就是格斗比赛的魅力 好了 这就是今天推荐的比赛 欢迎在留言区聊聊你的看法 好了 感谢观看这一期的格斗大视野 还没有关注的朋友 给一波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